之前就说过嘛 现在的创意庭院可以通过作者检索 看看优秀作者是否还有其他关卡 小善娜就通过这个检索 发现了欧神另一个杰作 对这下职真的是非常有创意 先简单介绍下关卡 本关是传送带 传送带指出脉冲黄桃 一行和五行有植物 三行有三冠药水 送的植物分别是 门金草两株 独银菇两株 小黄梨窝瓜 阳光豆 热辣海藻 甜水 八豆二梨 土豆雷竹园外 关卡一开始会出来两个机甲橄榄 它们的作用就是推动植物 脉冲黄桃能停下它们 我们就是需要机甲橄榄 把植物输送到矿车上 从而能够自如的 布置相应植物来攻击僵尸 这里边的特性也是不少 首先出来的是冰幼僵尸 住院外能把它炸上天 而且不会触发冰幼 土豆雷呢 是给火把僵尸准备的 这期间还得不时的把握机会 给机甲橄榄使用黄桃 不然它们就要造反了 只要多退一次 咱们就得重来了 因为所有环节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洋光豆和霸豆 都是给蛋壳小鬼准备的 先吃洋光豆 之后才有充足阳光使用冷静草 霸豆的话就更巧妙了 让小鬼放屁 并住机甲僵尸 然后二力充斥 刚好干掉蛋壳小鬼和机甲 只有这样 机甲才不会放出小机 下面的技甲橄榄 也需要单独把田鼠推走 因为田鼠只是幌子 真正有用的是热辣海藻 热辣海藻才能细着滚筒 然后碾压海藻 顺便一起干掉两个滚筒 把小黄鳞放下来 有只单独的冰幼吃掉会食 然后等机甲橄榄做完它的贡献 直接用冷静草干掉即可 这里会出来气球和法涛僵尸 以及盗贼僵尸 没有能干掉盗贼的植物先别挤 利用气球僵尸啃药特性 把它困在原地 之后让法涛吐司小黄鳞 最后用窝瓜一下干掉两只 最后出来了九个太阳人车 这个车是关键 等他们靠近了 用黄鳞全部瘫痪 然后等待合适时机 让全明星僵尸撞击爆炸坚果 从而干掉太阳人车和隐身的盗贼 最后这里也是 如果不注意的话 毒瘾窟没弄过来 就没法干骑之僵尸了 直接毒死完事 这一个关卡要点丰富 难度也很高 下边小赛就把完整通关视频发出来 我个人的话大概玩了十多次吧 关卡ID and1402026 作者完美的千年兵年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挑战下 看看你几次能够通关 字幕志愿者 李宗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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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